男人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 他不仅拒绝出门 还以奇怪的方式摆放家具 并且拒绝在任何地方睡觉 除非是一间朴素的白色房间 从护士的口中得知 沙伦已经重新粉刷了六次房间 无法忍受墙上的斑点和裂缝 克雷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但他却是个正常的人 只是被完全吓坏了 克雷决定在下班前见一面 他来到一间朴素的房间 沙伦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并没有不正常的行为 克雷简洁说起了这个案子 沙伦自愿接受治疗 但过去两个月了 他还没有开始治疗 沙伦极力抗拒这件事 克雷只好不再多说 他出门没多久 护士带着毯子进去时 房间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 护士无奈解释 没有其他厚毯子了 可沙伦异常抵触图案 直到克雷嘱咐再买一些纯色的 他才渐渐平静下来 克雷不由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的时候 沙伦主动找上门来 经过昨晚的好心帮忙 他决定试着谈谈 但要先把地毯扳开 克雷连忙将他卷了起来 沙伦终于说起自己的情况 大学毕业就结了婚 随后生了一个男孩 现在已经七岁大了 他既不痛恨自己的父母 也没有被兄弟欺负 更没有在小时候被花纹吓倒 但克雷看到他被毯子吓坏了 沙伦解释不是毯子 他露出欲言又止的模样 不会有人相信他的话 格雷却想听一下 沙伦这才说起无处不在的图案 不管是墙纸还是天花板 以图案的方式 把裂缝和颜色结合在一起 这样就会放松下来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从上面看到一张脸 克雷觉得是小时候的幻想 试图从大脑里找到有序的混乱 所以才有了所谓的鬼脸 这时沙伦发出疑问 克雷顿时哑口无言 没人仔细想过这一点 直到那一天晚上 沙伦躺在床上看着墙纸 被阴影倒映出图案 就在那个时候 墙上出现一张凸出来的脸 正死死地看着他 他刚把目光移开 那张脸就消失不见 克雷认为是幻想 只是以为有一张脸 沙伦反驳不是 这是一种感觉 因为两双眼睛对视的时候 就会知道是否被盯上了 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克雷用心理方面去推测 大脑重新排列成不同的图案 那其实不是一张脸 沙伦很确定看到了什么 那张脸想要杀了他 此时克雷听着早上的录音 试着找到答案 手不停在纸上画着脸 但仔细思索过后 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沙伦自从发现脸的那天起 就能感觉到窥探 地毯和天花板的墙纸 他试着涂上一层漆 他们还是一直钻出来 他不得不停止 穿戴有花纹的衣服 并且不允许房间里出现图案 直到最近出现窃窃私欲 他们决定对沙伦做些什么 克雷疑惑他们到底是谁 沙伦有某种感觉 光凭感觉没有说服力 但他也不想再说什么 此时沙伦正做着噩梦 他还在床上看书 突然一道闪电批断电力 附近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原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料墙上再次出现鬼脸 他强忍着惊恐起身 猛地按住墙面 却并没有发现异常 墙上的鬼脸缓缓移动 仿佛迫切冲出来一般 沙伦以为回归平静时 更多鬼脸冲了出来 发出阵阵嘶吼 看着鬼脸离开房间 沙伦瞬间想起熟睡的儿子 他急忙冲到儿童房 看着他安然无恙 沙伦刚放下了悬着的心 不料下一秒 墙只被一条条撕裂开来 裂痕拼凑成一句话 不要告诉任何人 沙伦顿时从梦中惊醒 窗外再下着倾盆大雨 克雷突然接到电话 沙伦已经改变了心意 他不想再这样下去 他听得云里雾里 其实沙伦撒谎了 他早就知道鬼脸是什么 还知道他们的目的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沙伦就把电话挂断 经历一晚上的大雨 疗养院到处都是水桶 护士诉说沙伦半夜尖叫 吵着换另一个房间 克雷顿感事情不妙 他们没有多余的空房 护士不能让他打扰其他人 不得不上锁房门 克雷愤怒不早点打电话 随即迅速朝那边冲了过去 不料正好碰到沙伦 他为护士的行为道歉 沙伦却说自己太傻了 竟然会被暴风雨吓到 他刚好想和克雷道别 他决定离开疗养院 克雷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但目光忽然看到肩上 怎么穿上了复杂的图案 沙伦解释 自己已经释怀 随即转身离开 在他收拾衣服的时候 格雷还想帮忙提一下行李 可附近突然传来窃窃私语 那股声音转瞬即逝 沙伦却表示没听到 可能只是风声而已 但他还是盯着天花板 裂缝的水滴落下来 沙伦微笑递过行李 克雷这才走了出去 回头没有发现异常后 沙伦缓缓抬头看着上面 那出漏水发霉的地方 原本的沙伦早已被调包 只能在墙内不停求助 可那微弱的声音 只有极少数人能听到 当你孤身一人的时候 需要警惕墙纸和天花板的裂缝 或许那并不是漏水 而是某人眼角流下的泪水